分辨主的真理 明白神的旨意 顺服圣灵带领 献上身体做活计 这是一个为追求真道的人而设的节目 活计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能在活计这个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丰盛这个主题 我们已经看过了 神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 是为了要叫我们多行善事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八节 那让我们再读一次 圣经这样说 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长长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神的恩典是不会短缺的 神能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那 他丰富的供应 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超过我们一切的需要的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一切的丰盛 是为了叫我们多行善事 并不是为了我们自私 荣耀自己 而是为了要我们去行各样的善事 而且是多行各样善事 所以我们以自私的动机 向神求取他的丰富的话 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欢 那么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的旨意 顺服他的带领 使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这样神的丰盛就会临到我们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特别给你看中了一个善行 那就是帮助穷人 特别是其中的孤儿寡妇 那今天我会把重点放在 我们所有信徒都应该尽的一个责任上 那只可惜 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它忽略了 那就是我们向犹太人的责任 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首先要思想耶稣的话 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二节 耶稣在雅各井旁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对妇人就说了 你们也就指撒玛利亚人 所败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就指犹太人 所败的我们知道 因为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这句基本的宣言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因为 它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口 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可能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思考过 而如果你真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必然会发觉 它实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历史的事实 那假如历史上没有犹太人 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让我告诉你 那就会没有先知 没有使徒 有新月时代所有的使徒都是犹太人 没有犹太人 就没有圣经 圣经里面每一卷书的作者都是犹太人 再想一下 没有犹太人就没有救主 因为耶稣的出生 就是从犹太人而出的 如果我们没有先知 没有使徒没有使徒没有圣经没有救主 我们会怎么样呢 很明显了 这就是没有了救恩了 每一个民族里面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在属灵的产业方面都欠了犹太人的债 我们所欠他们的是一笔无法计算的债 因为神借着他们赐给我们所有的福气 这些福气就是有先知 使徒 圣经 还有我们的救主 有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真理 那我想今天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欠了犹太人的债 并且应该做出偿还的行动 那我们来听听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的话 他是特别对外邦信徒讲的 他说 你们那就是外邦信徒 从前不顺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到蒙了连续 这个地方的他们是指犹太人 犹太人不顺服神 他们拒绝了耶稣 正因为他们的拒绝 加上耶稣被钉十字架 就使得救恩临到了外邦人 所以保罗说 这样他们指犹太人的他们 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外邦人的连续 现在也蒙连续 因着施于你们的连续 可以有另外的一个翻译啊 那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 借着你从神得到的连续 或者说 借着你所表示的连续 我相信两个意思都有啊 我相信我们外邦人 因着犹太人不顺服 而得到从神来的连续 那不过 我们也有责任 向他们施出 神所给我们的连续 我们因着谁得到神的恩典呢 也就应该有所回报 对不对 在罗马书的十五章 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保罗特别把这个原则 不但是应用在属灵方面的回报 也是在物质和经济上的回报啊 那以下是他所说的一段话 讲到从外邦教会收集奉献 帮助耶路撒冷的贫苦信徒 耶路撒冷是由他人聚居的一个地方 保罗这么说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那就是在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了 乐意凑出捐项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那这是说外邦人的教会决定送一份礼物 给耶路撒冷里面贫穷的犹太信徒 跟着保罗就这个行动发出他的意见 他说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我不知道你从前有没有读过 或者是有没有听过这一节的经文 那让我再给您念一遍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这一句话记载着新约圣经里面 那只可惜这些世纪以来呀 千万的基督徒离开回报犹太人 这个道理太远太远了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为了教会过往的疏忽而难过呢 那我要从我们欠以色列人的债 这本小书里面跟你一起来看看犹太人的遭遇吧 他们受尽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各样的逼迫迫害 但是就他们的历史观来说吧 他们所受到的最残忍和最长期的逼害 或者说逼迫吧 确实来自基督徒啊 那当然了 他们却不会把真正的基督徒和冒名者 或者挂名的基督徒分别出来的 实际上迫害他们的只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罢了 那好 现在让我们简略的来看一些有关的历史事实吧 在中世纪的时候 十字军前往欧洲的途中啊 以解放圣地为名 屠杀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 包括了男的女的和小孩在里头 那稍后当他们成功的占领了耶路撒冷 他们杀害了更多的人 施行耶路撒冷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暴行 那虽然他们品流复杂呀 有很多乌合之众 但是他们却奉耶稣的名在行这些事啊 举起十字架作为一个标志 因此有很多人把这笔账就算在了基督徒的头上了 那又稍后 在欧洲和苏联犹太人聚居的一些地方 又是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些什么牧师 举起了十字架带领着群众起来反对犹太人 甚至放火烧他们的房子和教会的会堂 强奸他们的妇女 杀害手无寸铁的人 他们这样做 持着一个借口 那就是说 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 至于最近的一次 就是德国法西斯有计划的杀害了六十万的犹太人 与此同时 在欧洲其他地方 并没有基督徒起来保护犹太人 也没有人批评纳粹党的恶行 在犹太人眼中 千万的基督徒的错误 是在于他们长期的保持沉默呀 虽然迫害犹太人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为了解开犹太人对基督徒这个苦涩的结 我们需要个人和整体的慷慨的 向他们施语连续 现在我们要问问自己一个很简单和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才可以解开这个结呢 我想再引用刚才所提过的那本书 其中有几项的提议 第一 我们可以培养和表示向犹太人诚恳的爱心 第二 我们好好地享受神的丰盛 并且做出一个见证 就是说 要吸引犹太人的注意 使他们渴望得到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救恩 第三 圣经就敦促我们 借着祷告 为犹太人求福气 当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爱你的人都必然兴旺 第四 在实际的行动上 向犹太人显出恩赐 那不单单是对个别的犹太人 也要对整体的犹太人 也就是说 对以色列国要做出你的行动 对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有很为难的地方啊 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 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认识是比较难一点的 在过去一项的书本知识灌输当中了 以色列是一个被咒骂的对象 是一个敌对的对象 要中国大陆的信徒 要爱以色列的国家 要爱犹太人 可能会有很大的感情上的 很难接受的这一方面吧 但是我是希望你从圣经的角度 从神给我们的启示 从神的救恩的分享这方面 你去想一想 我们从犹太人那儿得到了神所赐的救恩 我们为什么不把神赐给我们的救恩 回报给犹太人呢 你想是不是 好 我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也是你很难接受的 为政府祷告 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为政府祷告这本小册子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取 记住写清楚了本电台通信地址 你写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